这不只是一般的小问题 这是场真正的危机 诺贝尔·蒋德主大卫格罗斯 如此形容目前科学界的处境 2022年夏天以来 科学家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惊天动地的挑战 他们发现许多百年来的理论 可能已经站不住脚 从詹姆斯、韦伯望远镜传回的最新宇宙观测数据 正在彻底改变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这场发现冲击着整个科学界 大卫格罗斯直言 这场科学危机不只是个小问题 而是可能推翻我们过去所有认知的大变革 微博望远镜到底看到了什么 2022年7月 微博望远镜拍下了宇宙早期的深空照片 这张图像让科学界陷入一片混乱 许多研究者开始反思 难道我们过去深信不疑的理论根本就是错的 微博望远镜的第一张深空照片 展示了宇宙中最古老的星系 那些橙红色的光点 代表着宇宙中最早发出的光 很快 哈佛大学的研究员罗汉耐度 宣布了一个震撼的发现 他在照片中找到了红移植为13Z的星系 这意味着该星系是在大爆炸后 仅仅21年就形成了 这与我们过去认为 星系形成需要数十亿年的理论完全不符 这项发现让人怀疑 过去的宇宙理论可能需要被重新审视 这些星系不仅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 还在黑暗时代就发出了光 而按理来说 那段时间应该还没有这么多的光源 到目前为止 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近20个类似的古老星系 这一切都颠覆了我们对宇宙的认知 甚至有7个巨大的黑洞也在早期宇宙中被发现 这些黑洞不应该这么早就存在 但它们却真真切切地在那里 这些发现让宇宙学陷入了危机模式 大爆炸理论 宇宙膨胀 物质的起源 甚至我们一直以来认为准确的宏仪现象 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哈勃常数真的算错了吗 许多与大爆炸有关的理论 其实都是基于哈勃的发现 它在1920年代观察到星系正在远离我们 速度与距离成正比 这就是宇宙膨胀理论的基础 然而 最近的测量显示 哈勃常数的值会随着测量方法的不同而改变 这种矛盾现象被称为哈勃张力 至今 这个张力问题仍没有解答 但微博望远镜的新数据 或许能带来一些突破性的线索 暗物质真的存在吗 暗物质是科学家用来解释星系运行的一个概念 它似乎无处不在 却从未被真正看见 过去的理论认为 暗物质是维持宇宙结构稳定的重要因素 但随着微博望远镜发现更多的异常现象 科学家开始怀疑 暗物质是否真的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重要 随着越来越多的疑问浮现 暗物质理论可能面临被推翻的命运 暗能量的谜团或许也是个误会 与暗物质同样让科学家头疼的是暗能量 暗能量被认为是导致宇宙加速膨胀的原因 但至今也没有人能提供确凿的证据 这个理论像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假设 困扰了科学界许多年 或许暗能量和暗物质根本不存在 而是我们的物理学需要重新调整 例如修正牛顿动力学 Mond这个理论 提出通过调整一些物理常数 便可以解释某些宇宙现象 虽然这个理论还不能解释全部的宇宙现象 但它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可能性 说明也许还有其他被忽略的理论值得关注 随着微薄望远镜的发现 这些长期被忽视的理论正在重新浮出睡眠 如果按物质 按能量与大爆炸理论都被证明是错的 我们的物理学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机缘 最新发现 古老的星系团背后隐藏的秘密 到了2023年春天 微薄望远镜又给了我们新的惊喜 这次 它拍摄了一张潘多拉星系团的深空图像 通过引力透镜效应 照片揭示了这个星系团背后 隐藏的更多古老星系和恒星 更惊人的是 这些星系背后似乎还隐藏着一个庞大的结构 而这个结构 理论上来说 根本不应该在如此早期的宇宙中存在 这张照片再一次证明 宇宙在135亿年前的状况 与我们之前的预测完全不同 科学家们正在一片迷雾中摸索前进 这场宇宙学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 在未来的几个月内 或许我们会看到更多突破性发现 这些发现可能会让我们更接近宇宙的真相 或者只是让我们陷入更多疑惑之中 微薄望远镜的未来 还有更多惊奇等着我们 微薄望远镜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它将持续观察宇宙多年 然而 一个望远镜的力量 还不足以彻底解决所有的谜团 幸运的是 还有更多的太空望远镜即将加入战局 2023年 欧洲航天局成功发射了欧几里德望远镜 这个望远镜的任务 是制作史上最完整的宇宙地图 希望借此找出暗物质的更多线索 而到了2026年 美国将启动南西 格雷斯 罗曼望远镜 它将聚焦于超新星的观测 并精确测量宇宙的膨胀速率 同时 地面上的维拉 C 鲁冰天文台 也不甘落后 它将通过观测引力透镜 深入探索宇宙的结构 此外 NASA的FIRIS计划 也即将于2024年启动 这将为我们提供更多有关宇宙历史的线索 或许还能帮助我们找到解决这场宇宙危机的关键答案 结语 我们正处于宇宙认知的十字路口 目前的科学变革 可能会让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有颠覆性的改变 随着微薄望远镜 以及其他望远镜的数据逐步释出 我们将越来越接近真相 答案可能就在前方 但同时 更多的问题也会随之而来 我们正站在科学历史的关键点上 未来的发现 将会是改写我们对宇宙认知的巨大突破 抑或是更加深了我们的迷茫 无论如何 这是一个充满未知与期待的时代 谢谢您的观看 请继续关注并观看 有关新科技的影片